下一個節目是 1 2 3 Relax Hello 我是Jesse 是工聯職陪同事 上一集就教了大家如何收納T-Shirt 今集就會教大家如何收納褲和裙子 想知道如何去做? 我們一起去片吧! 首先會教大家去摺長褲 先把長褲鋪平再對摺 把褲鋪的角收起 令到長褲變成長方形 褲頭向下摺到大約褲鋪的位置 然後褲腳向上摺 記得留一點空位 褲腳多摺一下 然後再對摺 就完成了 記得留意褲的高度就等於桂桶的高度 短褲的摺法都一樣 先把它鋪平再對摺 把褲子的角收起 令褲變成長方形 然後把褲子分成三份任人摺起 褲腳放不放進褲頭裡 都可以的 長褲的摺法都很簡單 先把它對摺一下 然後把褲腳收起至長方形 褲腳向上摺起 做大約四分之一左右 然後褲頭再向下摺一下 把剩餘的也塞進褲頭裡 近一點看多一次 打開褲頭 然後把剩餘的裙子塞進褲頭裡 如果褲頭沒有彈性 又或者拍攝太多 像會失去彈性的話 可以倒轉 把褲頭濕進褲腳裡 也可以的 現在衣櫃做好了 其實如果衣櫃條件許可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把衣物都掛起上身 這樣收留起來 會更加省位置和省時間 如果沒有辦法 也可以用我的收留方法 如果想學更多不同的整理收留 就記得關注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小鐘 有新片就會通知你了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貼心 有新 τonge 有新住的 包支持 很可愛 無限 3 六 垂